哈喽哈喽 今天呢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所以在家决定吃个摊 然后在居家露营 给大家顺便看一看 我都有什么样的装备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IGT IG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好多个桌可以自由的组合 这是其中的一个主桌 半卷桌 这个IGT制作也方便的 就比如说这个木头是可以拆卸的 比如说如果中间我要煮菜 我买一个IGT的一个卡式炉 就把它卡在中间 因为在家也不用考虑到 轻不轻便的问题 所以我就用了一把 我算是比较重的一把油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看不算别的椅子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煤油炉 像南方没有什么没有暖气 然后有时候开空调会比较干 所以又烧煤油 这个没有炉的话 可以保证在一个小空间里 一个20多度的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 在家的话就会烤炉子 而且携带非常方便 我一般去剧组啊 在车上或者在帐篷里 就会把这个炉子点上 就会非常的暖和冬天 然的话排气真的会冻死 好 今天的为大家介绍的是 这是我做咖啡的一些工具 才能开采是什么呀 这个就不用擦 这是一个手冲壶 你看这壶水特别的细 所以能够保养这个水均匀的洒落出来啊 就是对咖啡也比较讲究的人 然后这个呢是石苏鸟和Bluestar的一个年名 其实是一整套啊 但是其中一个壶 缺点的这个壶 因为毕竟是 我觉得主要是一种 联名的意义比较大嘛 其实正常的现在这种手冲壶 它底下有个底座 电插座插上去之后 可以直接加入 但我这块壶呢 需要先烧开水 然后把开水再倒在里面 然后再拿出来 会相对于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水管它的 联名就比较有格调 然后这个 是我的磨豆器 这是Common Denta 就指挥官的 最经典的一个型号 叫C40 喜欢玩手冲咖啡的 应该都知道这个 C40 然后我选的是这个 玻璃的一个底座 这是一个头 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配套 你看平时保养木头的一个 一个油 因为这是石木做的 就跟那个盘核桃一样 可以盘盘它 你看其实这些 现在这上面非常的光亮 都是我平时盘的结果 这个刷子用来清理 比如说咖啡系啊 或者类似什么 这都是套装里面 把这个羊毛磚也先收起来 这就是我经常会用到的一个 钛杯 这个是Snowpeed 这个钛杯呢 我买的是双层钛杯 双层钛杯呢 当时主要就是因为它大 但其实呢 双层钛它不能用火加热 因为钛这个金属很有意思 钛这个金属它比较轻 然后呢 硬度也比较强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它预热 拿火烤它它会变色 这是一个原色的 大家经常会看到 比如说有各种无颜六色的那种钛杯 那些是单层钛 单层钛是可以烧的 烧完之后它就会 根据火的不同温度 还有不同的环境 变出各种无彩般的那些色 所以相当于每一个你自己烧出来的钛杯都 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还有钛 还有一种 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你别放热水的时候 它会隔温 但是这小心一点 就 经常可能会 不知道的人 一摸这个水 然后觉得 哎好像还行 但喝了一大口 发现水特别烫 把自己烫到 所以这是特别小心的一点 这户外就很方便 然后呢这个也是 好这是我的那个 咖啡纸 不绿纸 绿纸 绿纸 绿纸大家都知道 就这么说 好这也是 Snowpeak的 一个 经典的咖啡底座 咖啡架的 拼装的也非常的便宜 我先把它组装一下 这些轻的声 这也是泰的 但这个是 不修钢的 我觉得所有搞露营的人 都特别喜欢泰 这个还泰是一种格调 非 就是代表着 坚固可靠 而且 轻 好 要捏到什么样了 那么这个是 就是 出开的 现在该做什么呢 现在该做的就是 反正在下面我去拿一下我的咖啡 烧一下开水 等会一下 纯属个人皮 皮包 这个味道 是 咖啡味